大家好 今天是2024年的4月4号星期四 台湾金门实弹射击取消 据说内幕有两个 一个是美国施压 一个是中国方面的施压 首先是报复什么 就是说他上次不是撞了一个渔船 然后死了两个渔民 然后中方就把台湾在这的进县之县给没收了 从而就没有了 中方没事天天就往上逛有来 然后为了报复之后 台湾就说要在金门实施实弹射击 向中国大陆的方向 但是最后阶段突然取消了 首先来讲说是4月2号 金门已经做好了实弹射击的准备 台军甚至都已经将射击中的反光式的 这种子弹提前装进了枪内 但在射击开始几个小时之前 突然接到取消射击的命令 于是不得不将已经上弹的子弹再退出来 所以从此就可见的是临时紧急叫停的 出了一些情况 现在内幕据说有两个 第一个当然是中国施压 说是4月2日当天 30架次战机进入台海 其中20架战机从北部中部及西南空域 切入台岛 同时水面还有9艘舰艇做配合 4架主辅战机在台岛北部以双箭头之势 攻击阵型抵近基隆 最近的时候离基隆只有38海里 在台岛西南部有10架主辅战机及无人机 抵达屏东俄罗比 最近抵达了48海里 所以说连赖清德肖美心 他们还没有上来 他们就是说继任的后任的总统 也被紧急叫到了台军的核心指挥中区 恒山指挥所 听取机密军事情报 万一要是出问题的话 总要也要在这 就一起来商量这个事 中方压力比较大 然后说美国在台机会主席 罗森伯格紧急访问台湾 就认为实战演习 向中国大陆方向进行实战射击演习 挑衅性太强了 而且面临大陆不确定性的这种反应 你不知道它什么反应 万一说了什么事怎么办 那就是双方 反正中国也施压 美国也是觉得 就是说这样搞容易 沧桑打起来 就紧急的就给叫停了 像这个事 我相信之前能够 就是说在如此敏感的时候 向大陆方向做实战射击演习 我相信这个也肯定 就是赖清德应该可能 跟蔡英文应该是 我觉得应该有一个商量 大家应该商量好了 不然的话 不敢搞的这事 在这个敏感时期 搞这种东西 就很容易擦肩走股 但是最后反正 也是被紧急叫停了 也是担心 就是说 蔡英文在后打起来 震动了手 最后被紧急叫停 我不知道 蓝星德和蔡英文是怎么想的 为什么要搞这种事情 你要是想搞 我觉得这样 你干脆你就咬牙 我要想搞 我就把它搞完 你这样子 你又要搞 又要春秋毕 说我不怕 你看我敢开枪 然后最后临时 几个小时之前 就突然叫停 我觉得其实更丢人 还不如从而就不搞 你知道吗 我个人认为 还是美国的施压 中国方面的话 我觉得 如果美国敢给撑腰的话 美国撑腰 说你打 打了他敢动手 我就保护你 对不对 那蓝星德和蔡英文 可能就真干了 我觉得就是说 因为美国不同意 所以最后才被取消掉 所以我觉得 主要的问题还是来自美国 当然了 美国为什么这么紧张 也是因为大陆反应比较激烈 所以美方也是担心 所以双方都有这个东西 但是我讲的蓝星德和蔡英文 肯定还是听美国的 还是那句话 就是你大陆反应很激烈 如果美国就跟纵容乌克兰一样 跟他干 对不对 那就打起来了 对吧 不过怎么知道 反正看看武汉这样子 今年搞不好 早晚抵蔡英文糟粕 这么玩起来的话 而且蔡英文还稍微的 就是说软弱一点 蓝星德我觉得更标乎乎的 你知道吗 我觉得等蓝星德上来之后 很有可能 他五个月会上来 是不是就下个月了 我看下半年搞不好 干起来 好吧 那今天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